他说您好我想请问一下 我院子里面种的火龙果开花了 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下 原来火龙果的花那么漂亮 OK他说原本可开心了 因为火龙果开花了 可是下雨之后发现那些花都死了 请问该怎么办 这些花会再长吗 如何补救 看来比较贪心 火龙果给你结果子还不好 你还想一直常年开花 没关系我们来问一下专家 我们的园艺达人花哥已经在线上了 来听一下 Hello花哥你好 你好 大家好各位线上观众大家好 欢迎欢迎 火龙果还能开花啊华哥 是火龙果开花真的是 火龙果的花比我们华人喜欢 叫做什么 半夜开那叫什么 铁树啊 昙花昙花 昙花还漂亮 昙花是一线 就是晚上开早上就卸掉 火龙果 火龙果也是这样 但是火龙果花比昙花更大 那这位朋友他可能第一次看到火龙果开花 特别新闻了 然后你怎么发现就掉下来也没有结火龙果就可能有点紧张了 那其实我想我很简单的回答一下 火龙果开花本来就是 它是从每年大概4月一直开到10月11月 所以开花的季节蛮长 所以你现在一两种没有成功没有关系 现在5月刚好是你好好施肥 一份啊 孤稳放一点的话你火龙果会继续开花 但是火龙果要结果早是不见得你开花就一定结果 有时候需要帮忙做点传授花粉的动作 因为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火龙果都晚上开花 7点8点才开始开花 10点钟11点是盛开 那请问一下蜜蜂10点钟不上班的 晚上不上班的 所以很多火龙果的农场的很辛苦的农人 他们都要带着头灯晚上去火龙果传花粉 因为如果蜜蜂不来又没有封的话 那那个花粉没有经过受粉的动作 那就不会结果 那另外就是说有些火龙果还需要另外一颗的花粉来传花粉 所以是有点点的技术上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我是可以跟各位听众讲 你好好吃回好好的修枝 它有5、6个月的花开花的季节 所以一定会慢慢再出来 重点就是说你要给它适当的生长条件 所以要适当不要太多 那那个肥料该放肥料放肥料 然后有时候觉得说真的花爆不出来 你没关系 你把顶端的滋销把它截一小段 它经过这个受伤的动作之后 它新的花爆又跟得出来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试试看 这是花隔中十几年火龙果的心得 真的让它失调失干 点断受伤 花爆就会出来 那当然先决条件是肥料也是养分要够 嗯嗯嗯嗯嗯嗯